现在我们来一起说这首儿歌, 那老师说一句, 豆豆说一句, 好, 第一句, 云对雨, 第二句, 雪对风, 嗯, 好, 豆豆说的很清楚, 那现在呀, 我们来加上动作, 一边做动作, 一边来说, 嗯, 那第一句, 云对雨, 想一想, 什么动作可以表示云呢? 我们平时看到的云, 是一团, 一团, 一团地在天上飘, 那我们就用这个动作来表示云, 好不好? 嗯, 那雨呢? 想一想, 小雨点从天上落到地上, 哗啦啦啦, 那我们就用这个动作, 表示云, 那雪呢? 想一想, 什么动作来表示雪花? 嗯,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, 豆豆, 你告诉我, 图片里的雪花像什么? 啊, 豆豆说像五角星, 嗯, 确实有一点像五角星啊, 说明豆豆在认真的思考, 嗯, 那, 想一想哦, 我们用什么动作来表示雪花呢? 好, 请豆豆现在伸出你的五个手指, 嗯, 好, 你看一看你的双手, 像不像图片里的雪花? 啊, 好, 那我们就用这个动作来表示雪花, 那最后风呢? 想一想啊, 用什么动作来表示风? 老师想问豆豆一个问题, 风, 有没有形状啊? 我们可以看到风的样子吗? 嗯, 对, 风是没有形状的啊, 我们看不到风的样子, 但是呢, 我们可以听到风的声音, 嗯, 那风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? 嗯, 啊, 是不是这样的? 嗯, 那我们就用这个动作, 嗯, 来表示风, 好, 现在啊, 我们一边做动作, 一边来说, 第一句, 云, 啊, 这个动作是云, 云对, 雨, 这个动作是雨, 好, 第二句, 伸出五个手指, 表示雪花, 雪, 雪对, 风, 嗯, 好, 再来一遍啊, 云对, 云对, 雪, 雪对, 哦, 风, 啊, 豆豆做得很好啊, 说得也很清楚啊, 嗯, 好, 那现在啊, 请豆豆看着老师的动作, 嗯, 豆豆自己来说, 好吗? 嗯, 好, 一句, 云对, 雨, 第二句, 雪, 雪对, 嗯, 风, 啊, 好, 豆豆的动作做得很好啊, 说得很清楚, 很流利, 嗯, 很棒, 好, 那现在啊, 我们来一起玩一个好玩的游戏, 嗯, 豆豆喜欢玩游戏吗? 啊, 老师也喜欢玩游戏, 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游戏呢? 嗯, 好, 来看一看啊, 诶, 豆豆你告诉我, 现在你看到什么? 啊, 雪三个气球, 气球上有什么? 嗯, 对, 有四, 嗯, 那, 想一想啊, 刚才我们说的, 那首第一句耳歌是什么呀? 第一句耳歌, 云对什么? 对, 是乙, 那你看一看啊, 哪个字是乙啊? 请你来点一点, 嗯, 那如果点对了, 这个字就会跑到下面, 变成红色, 那如果点错了, 这个气球就消失了哦, 嗯, 好, 请豆豆来点一点, 啊, 消失了, 没关系, 我们再来点一点, 响, 消失了啊, 没关系啊, 我们还可以记信, 啊, 这次终于想对了啊, 很棒呀, 豆豆, 可以读一读这句吗? 云对雨, 嗯, 好, 我们来看下一个, 下一个, 想一想, 儿歌的第二句是什么呀? 什么对风? 嗯, 对, 是雪, 那你看一看哪个字是雪呀, 请你来点一点, 嗯, 同样的啊, 点对了, 它就会跑到下面, 变成红色, 那点错了, 这个气球就消失咯, 嗯, 好, 豆豆来, 点一点, 响, 消失了, 没关系, 你再来试一试, 啊, 好棒呀, 这次豆豆很快就选对了, 嗯, 很棒, 好, 请豆豆读一读这句好吗? 雪对风, 嗯, 好, 豆豆说得很清楚啊, 嗯, 那今天啊, 这首云对雨, 雪对风, 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儿歌, 那老师希望课下的时候, 豆豆可以把这首儿歌说给爸爸妈妈听一听吗? 我们可以加上动作啊, 一边做动作, 一边来说, 表演给爸爸妈妈看一看, 好不好? 嗯, 好, 那老师觉得豆豆今天的表现很棒啊, 一直都在认真的听讲, 认真的思考, 嗯, 老师希望下节课, 豆豆也能像这节课一样认真好吗? 嗯, 好, 那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, 下节课再见!